农民大量使用农膜 但是回收的问题让农民很困扰 为了解决农业废弃物的问题 农委会农粮署举办农膜回收及示范观摩会 环保署已经公告 我们除了使用的塑胶器材之外 其他塑胶类的产品 25%必须是回收再利用 所以这个农膜我们农民 呼吁农民千万不能 它是有价物 千万不能掩埋焚烧 或是说丢棄在水沟河流 让它流走会影响到生态 农膜回收机示范观摩会 农友表示对整体的效率很有帮助 也减少职业伤害 这次看到那个农膜回收机 主要是可以节省人力 然后再来就是比较干净 速度也比较快 就是通常我们在收这个农膜的时候 至少要两个人 那前面一定还会有一些潜质作业 那这次它以机器的话 其实它一个人就可以推了 包含转弯的部分 它这小型一个人就可以推 所以除了主要是比较有效率之外 还有就是工作上比较不会有受伤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农膜回收机呢 它的推动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在这里除了感谢我们的农业处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呢 今年开始农业处每年能够编列经费 来补助13乡镇有需求的一些产销班 让这样子的农膜回收机能够在13乡镇 帮我们的农民解决更多的农业废弃物的问题 农膜回收机很有效率 非常值得推广 农政单位有奖励采购补助的办法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组织产销班的一个方式 那善用这样一个机器 第一个能够提高农作的一个回收的一个使用力以外 第二个是大量的来节省农友的一个劳动力的支出 那农膜回收机的部份呢 农娘署也有补助 对产销班补助2分之1 对我们农友个人补助3分之1 那对于这个机庚队 我们也鼓励他们来购买农膜回收机来为农民服务 透过农膜回收机的使用 减少农民职业伤害 也提升回收的效率 解决农业废弃物的问题 记者发红困难头线采访报道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